Hello YouTube 今天這個影片就是這個美花系列 要介紹這個appset就叫做Echo Lock Screen 這個其實是一個Lock Screen的app 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它會把所有的 notification 放在Lock Screen上 譬如你在做事 之後有人發訊息給你 你可以直接在Lock Screen上按進去 首先進去看看這裡 其實你一按進去 它就是一個設定 首先要先用Echo Lock Screen 要先把它關掉 之後你可以設置Wallpaper 然後就要給它permission 等它可以接到你的 notification 這裡一定要先把它關掉 那就開始 就是這樣 讓你們看看 大致上是怎樣 就是這樣 這裡就是一個 這個就是Echo Lock Screen 那我這裡其實我的 notification 是比較多 因為很多我都還沒關 其實你可以就這樣弄走它 那你弄走它之後 你可以弄個reminder 或者可以你設定了 home的Wi-Fi 回到家才會顯示 或者你工作的Wi-Fi 就是這樣 如此類推 或者你直接想弄走它 你可以按L 那之後 譬如這些 我安裝了這個iOS Launcher 那又是 可以弄L 或者譬如有些 這些 它會給你 Media 那我Spotify的List 有人follow的話 那 你可以弄個reminder 1 hour 它就會重新出來 那 對了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Echo Lock Screen 其實都不錯 好用的 那 唯一不好處就是 譬如你的電話 設定了PIN 或者設定了Password 那它就 沒有那麼效果 因為譬如你 我現在 當我這裏 Spotify 我想按進去 然後按進去 然後按進去之後 它是要 進入我這個 Lock Screen 即是這個 Screen Locker 等我打完Password 它才會直接進去App 剛才按了Spotify 進去 這個Playlist 在Spotify 如果有興趣朋友 Follow 已經有千多個Follow 那 對 這些 暗得浪費的廣告 這個就是 Echo Lock Screen 那 它就免費下載的 按照 連結放在 有興趣朋友 下載 試一下 覺得有影片的朋友 麻煩給個Like 順便 幫我按廣告 下次再介紹多些 實用好玩的App 給大家 拜拜